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继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我们接下来讲近代朝鲜开国 大汉帝戈的军队被解散之后 被解散的士兵 他们就加入到了一兵组织 使朝鲜的一兵运动更加的灵活多样 遍布朝鲜全国的一兵 让日本的军队非常的头疼 小规模的一兵运动 有的时候是以几个人为单位 大多数的一兵运动规模是数十人 甚至是一百人以上 有的时候还会达到上千人 此前呢 这些一兵运动并没有能够组织起统一的抗争 但是统一抗争的机会很快就产生了 在圆州起义的李秋仔林赞等人 拥戴了李林荣作为关东义军大将 李林荣就向各地的义兵发送了席文 呼吁统一抗争 1907年12月 临近汉城的金鸡道扬州 集结了一万一兵 以十三道一兵总大将李林荣作为首领 当时江源道的一兵大将明肯浩 中青道的一兵大将李康年 庆上道的一兵大将朴正斌 黄海道的一兵大将权仲锡 等多名义兵的首领都参加了这支队伍 局长呢是徐伟 徐伟是原来平里院的判士 他精通国际法 所以他提出了建议 那么这支义兵队伍就向汉城各国的领事馆送去了文书 希望他们能够承认义兵是国际法意义上的交战组织 日本当时把义兵视为暴徒 所以义兵被捕之后 无法按照国际法的规定 以俘虏论处 徐伟这么做 就是为了要让己方的战斗定义为正式的战争 从而得到外部的认可 根据日本驻扎军司令部的调查 1908年6月 朝鲜义兵总数是首领241人 下属的士兵有31,245人 所以这种规模足以称之为战争 13道的义兵集结之后 义兵运动就发展成为了义兵战争 但是很快这支联军就解体了 1908年1月 徐伟的部队抵达了距离汉城东大门12公里的地方 等待其他部队的到来 但是各义兵部队到达不及时 最终被日军击退 义兵也没有被西方列强承认为 是国际法意义上的交战组织 总大将李林荣 在收到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之后 卸下了总大将的职务 之后呢 各义兵将领又成为了各自为战的主体 那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 李林荣的行为很难理解 葬礼结束之后 他的部下请求李林荣归队 但他拒绝归队 他说 如对国不忠 则对金不孝 若对金不孝 则对国不忠 五三年扶桑 然后再举一旗 扫赃日本 恢复大汗 虽然李林荣他所提倡是忠孝一致 但他的做法明明是以孝为先 在儒家思想里 忠本来是孝类推出来的产物 所以孝在先 只有这样才呵护于道 在朝鲜的儒家文化里 道是文明 是位于国之上的 所以他们是以己为尊 因为他是道的护士者 对于义兵建领来说 不以孝为先的话 那么忠于国也就无从谈起了 崔玉璇也是如此 他提出钟爱和信义 分别是人与国家的基本法则 也是文明的法则 他痛斥日本背弃了东亚三国连带的大义 因为他赌上身家性命 护持朝鲜文明 乃至东亚文明 这是作为一个儒者的基本责任 1908年6月 徐伟在被处死之前 曾经对前来超度他的日本僧人大和说 忠义之鬼 自能上先 纵使将多地狱 岂能借助儒等的蛮僧 这也充分体现了 朝鲜固守中义文明官的 这些儒者们所持有的自负 那么这个阶段的朝鲜一兵将领 出身于各个阶层 而断发令的时候 一兵将领几乎都是儒生的情况大不相同 这个时候儒生 两班出身的一兵将领 占25% 农民占19% 军人占14% 无职业者和盗贼等 约占12% 像当时的活贫党 虽然在根本性质上属于盗贼 但他们所提出的宗旨 却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 回归王道政治 在这个时期 加入一兵组织 就是他们实践这种正义感的方式 当然朝鲜朴素的农民 也相继拿起了枪 一兵战争就成为了 被热战争和统治府夺取土地 家人被杀 生活无招的朝鲜人 舍命一搏的 悲壮的战斗 绅士石和红饭图 这是最著名的平民一兵将领 以太白山之虎 飞虎将军持名的绅士石 是在1908年11月被杀的 日军将他定义为盗贼 那么红饭图 他是雇农和猎户出身 1907年11月前后 投身一兵运动 大汉帝国被推命之后 他转而前往中国东北 和海参丸等地活动 1907年9月6日 枪炮及火药类约束法制定 为了守住生活的资本 红饭图愤而起义 他的义兵部队 是由猎人 矿山工人 军人 农民 和市领无赖组成 另外一位比较著名的义兵将领 就是明肯浩 他是军人出身 他的忠义之心 不亚于儒生 他曾经泪流满面地 吐露他的热忱 他的高尚风骨 也深得朝鲜民心 他想要把旧的统治势力 有着儒生和民众结合在一起 将义兵战争进行到底 当我们要看到的是 奉行儒教民本主义的 德高望重之人的秩序观 是义兵运动中 必不可少的逻辑 朝鲜人和侵略军作战依靠的 还是传统的政治文化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朝鲜民众的力量 积聚起来 越是在抵御外部侵略的时候 本地民众的传统思想 更是抵抗了基石 这在朝鲜也不例外 义兵的将领们在赢得民心这方面 煞费苦心 红饭图等人 以狭义的逻辑来吸引民众 而有威望的如生义兵将领 则在努力地教化民众的同时 也注重纪律性 李银赞就是典型 他标榜正义 来俘获民心 不直接从民众的手中 抢夺粮食和军费 而是通知村长在进行征收 购买东西一定是付钱的 虽然偶尔也会发行军票 但日后一定会换成货币 所以民众非常欢迎 像李银赞这样的队伍 不仅自愿为其掩护 甚至还充当起了他的密探 虽然李银赞的队伍里 也有无赖之辈 但他并不驱逐这些人 而是用自己的德行 来教化他们 对于义兵战争 爱国启蒙运动阵营 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出人意料的是 尽管同样是 恢复国权运动的主要力量 但是 爱国启蒙运动阵营中的很多人 对于义兵运动 非常冷漠 即便是 爱国启蒙运动组织中 最为激进的大韩自强会 也不例外 大韩自强会 因为政治活动过于激进 在1907年8月被迫解散 同年10月17日 大韩自强会 转变成为了大韩协会 大韩协会虽然远不及一进会 但它也有两万多人 是仅次于一进会的势力 总务尹孝定 曾经大胆地把义兵运动 称之为是暴行 认为应该彻底地批判 这种思想是受当时 全世界流行的 社会进化论的影响 将达尔文主义运用于人类社会的社会进化论 他们认为 人类在弱肉强食 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的激烈性能中 文明才能走向进步 很多爱国启蒙运动家 在理解这个理论的时候 把重点放在了进步上 结果他们一边批判着帝国主义 一边呢 又对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文明化 有所期待 他们幻想着帝国主义 会逐渐地趋于理性 开辟出一条普世的道义之路 尹销定认为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 是君主立宪主义 也就是文明对专制主义的胜利 因此呢 在爱国启蒙运动阵营中 就产生了一种 对伊藤博文的自治育成政策 既怀疑又相信的这种倾向 最为不可思议的就是 在保护条约缔结时 写出一代名文的 是日也放声大哭 是朝鲜人深感震撼的张志渊 他也对伊藤博文有所期待 他对朝鲜的现状进行分析之后认为 统监府的政治将持续下去 朝鲜依靠军事力量 是根本无法恢复国权的 所以只能寻求某种妥协 当时大韩自强会的顾问 是日本人大袁丈夫 此人呢 也是张志渊推荐的 大袁丈夫和伊藤博文 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按照伊藤博文的授意 努力让大韩自强会 大韩协会 相信统监府统治的善意 大袁丈夫还活跃于日本新闻界 是天皇主义 也就是国权主义的拥护者 表面上呢 大袁丈夫他倡导的是 东洋三国同盟论 仿佛是要主张提高 大韩帝国的地位 但实际上 他仍然是保护国论的拥护者 认为朝鲜应该服从日本的领导 张志渊似乎想通过 聘请大袁丈夫 来减弱日本当局的干涉 但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说张志渊 是中了伊藤博文的圈套 可是大韩自强会 原本是为了反对 保护国化而设立的组织 所以他们对伊藤博文 和大袁丈夫 始终是心怀芥蒂 而且呢 大韩自强会又曾经积极地参与了 反对高宗让位的运动 正因为如此 最终大韩自强会也被迫解散 那没有放弃独立的 埃国启蒙运动家秘密结社 研究独立的方略 1907年4月 新民会组建 由安昌浩领导 在美国生活了5年的安昌浩 是在1907年2月20日 经由东京回到朝鲜 为了将朝鲜人组织起来 安昌浩在旧金山 就成立了公立协会 为朝鲜的民族运动 做出了很多实际的贡献 当时安昌浩只有29岁 但他已经是一名 非常高超的演说家 一回朝鲜就在各地演说 唤起朝鲜人的民族主义意识 不久之后 他就建立了新民会 会长是尹志浩 副会长安昌浩 两个人都是基督徒 安昌浩是实际的领导人 新民会当时就网罗了各界人士 其中包括 朴银直 张志渊等人 还有李深 李东辉这样的军人 李生勋这样的实业家 教育家 金九 李东宁这些活动家 他们都是会员 共计是800人 那么新民会的宗旨呢 是一 宣传独立思想 二 增加同志 三 振兴青少年教育 四 提高国民财力 新民会是明确主张独立的政治结社 因此带有秘密结社的性质 他会员里基督徒比较多 表面上呢 是以合法团体 青年学友会作为中心开展活动 在各地建立学校 经济组织和少年同志会 青年同志会等等 在平壤 新民会设立了大城学校 太极书馆等 并且以这些地方作为据点 积蓄实力 新民会虽然和义兵运动 划清了戒心 但他同样具有在紧急时刻 用武力夺取独立的这种信念 张志渊他是新民会的会员 同时呢 他也参加了主动拥抱 大元丈夫的大韩自强会 和大韩协会的活动 这个时期的张志渊 正在考虑软硬两种独立方策 不过 即便是同为新民会的会员 对于独立的执着 也是有差别的 像朴音直 身材号等人 是其中最为坚定的 独立论的主张者 爱国启蓬运动时期 朝鲜人他们阅读了大量 反映国家存亡危机的 外国建国史和王国史 包括美国 意大利 瑞士 越南 波兰的历史 其中呢 潘佩朱所写的 越南王国史 拥有众多的读者 像拿破仑 加利波地 这些外国的英雄人物 在朝鲜也很受欢迎 在朝鲜 之前朝鲜历史中 大破随朝军队的 已知文德 范例朝鲜战争中的 李顺辰等人 也成为了 宣传爱国思想的 绝佳的英雄人物 与此同时 朝鲜人也开始 重新审视朝鲜的历史 原来呢 朝鲜的主流说法 是来自中国的 棋子 建立了朝鲜 但是随着 爱国启蒙运动的 迅速展开 朝鲜人更倾向于 把朝鲜建国的伟绩 归功于朝鲜 自古以来的 神仙下凡神话中的 谭君 也就是谭君民族主义 当谭君民族主义 和民众 对大韩帝国的热爱 相结合的时候 大韩民族主义 就诞生了 宣传大韩民族主义 最卖力的 就是朴银直 和深彩号 当时人们在理解 社会进化论的时候 普遍把重点 放在进步上 而朴银直 和深彩号 完全把重点 放在了竞争上 这也是这两个人 思想上的特点 他们认为 现实的世界 只有残酷的竞争 没有普世的道义 他们认为 国际法 不值得任何的期待 这只不过 是西方列强 随意解释 用来伤害 弱小国家的工具而已 所以他们坚决主张 朝鲜 应该站在 民族主义的立场上 也就是说 国家 应该大于道义 爱国启蒙运动中 有同盟论 保护国论 和平论 等各种论调 深彩号 他虽然身为 大汉自强会的会员 但他仍然将这些论调 视为是东洋主义 而加以猛烈的批判 朴银直也认为 大于丈夫的言论不现实 而坚决地排斥 朝鲜的传统学说 朱子学认为 具有优秀人格的人 才能够实行优秀的政治 道德和政治 是紧密相连的 政治世界本就不该使用 权谋数数 渗透在朱子学思维中的 朝鲜知识分子 是很难从这样的 传统思维中跳出来 正是因为朴银直 深彩号 他们把道德和政治 彻底割裂开来 这才让大汉民族主义 确立了下来 深彩号的民族主义 是最为彻底 深彩号呢 他本来是一位 德高望重的儒者 他本该走上仕途 可他却投身于 《黄城新闻》 《大汉每日申报》 宣传激进的民族主义 他对社会进化论 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 他不单单批判 弱肉强势的现实世界 还主张 自己也要成为 强权的信奉者 这种思想 是建立在国家之上的 民族主义 是不仅不向 国际社会寻求道义 还要主动地放弃道义 一心想利用强权 来寄生于 强权世界的民族主义 深彩号通过 和朱子学的彻底割裂 他批判了 普世主义的世界观 主张转向 特殊主义的世界观 像日本的福德鱼吉 也曾经说过 百卷万国功法 抵不上树门大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民族主义 在当时的东亚三国 是非常流行的 深彩号也把自己置于 福德鱼吉相同的位置 深彩号主张用实力 赢得独立 在对义兵持冷淡态度的 爱国启蒙运动阵营里 深彩号的义兵观 是比较积极的 他认为义兵是义士和忠臣 他还认为 要想建立尊重国权的近代国家 必须进行国民革命 所以他给予了 甲午农民战争领袖 全蒙准很高的评价 说全蒙准是革命家 爱国启蒙运动家 普遍具有渔民的思想 认为甲午农民战争 和全蒙准是愚昧的 就连朴银纸也这么认为 但是甲采号的立场 明显和这些思想行为 划强了界限 甲采号的思想 还特别注重民众的立场 因此他的思想 在后期发生了巨变 这是因为大汉帝国 在被吞命之后 以强权战胜强权的想法 已经不切实际 甲采号他开始 在被压迫的民族中 寻求道德 在民众中寻求正义 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 甲采号的思想 又回归到了 认为政治必须是道德的 民本主义的 具有普世性的世界观力 和他类似 朴银纸也抛弃了国家主义 回归普世主义 在朝鲜的近代史上 没有哪一个思想家 像甲采号这样 在和朝鲜的传统思想 进行搏斗的同时 还在不断的探索着 正确的近代化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甲采号 他的确是和日本的福德玉籍 可以比肩的 近代朝鲜史上最伟大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